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高冷男主就成了电视剧里的永恒标配 各种冰块脸不仅征服了剧中的女主角 更是攻占了亿万少女的小心脏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 高冷男主为什么就这么吃香呢 首先高冷男主都颜值高啊 拥有华丽的外表 清冷的声线 进来 没有 我不愿意想想 并且绝对不是绣花枕头 他们都能在各自领域能力超群称王称霸 这时候你是不是开始为女主们担忧 这么优秀的老公多没有安全感啊 不用担心 这种冰块脸男主往往都是超忠诚 遇上美人头怀送抱 一言不合就开队 放肆 再一言不合就开打 超级不解风情 干嘛呀 给我夹菜 为什么 你不是有筷子吗 哎哎 近错画面了 是这个 有啥能比跟你配说这话心里却想着女主 脸上还露出甜笑更扎心 这时候你是不是又要担忧 这样的老公会很闷吧 怎么会 上天既然赋予他们高智商 他们自然就会利用高智商去撩妹 比如这样装柔弱碰瓢啊 比如万众嘴目下薰势主权啊 比如这样 给你买的早餐 热的 趁热吃 哼 现在做早餐都流行这种姿势了吗 还比如借着嘎武啊不 借着教授武功来个亲密接触什么的 就算是表白求爱也是这种 如果三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 我何不提早兴示我的权利 贼俩心机有目有 而且高冷男主作为移动的冰山 心底唯一的一点热 他都给了女主啊 在真爱面前 他们就算崩人设也在所不息 叶华为了白浅 从不苟言笑 变成酷鸡鸡小媳妇 白子华为了小谷打脸啪啪啪 我不会受你为徒的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长留上仙 白子华的徒弟 宇国月为了楚桥 冷公子瞬间变少女 你用的剑是蚕红剑 他的剑是破月剑 你们两个人的剑是情侣剑 还好意思跟我说不是一对 承包一下我冰块脸公子的小娇羞 陆小丝为了立下高智商学霸 秒变小呆萌 陆下 对不起 我忘记买早餐了 我说小丝啊 幸运民主主义不是这样的呀 还是承包一下我自己的蒙逼脸 这是原则性极强的冰火两重天啊 服了服了 向更全面围观高冷男主 记得锁定芒果TV 看夏至未至和楚桥传哟 巴基王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